大家好,歡迎你們聽大觀促寫 我是David 今天大家會看到很特別的影片 也是小弟第一次剪片 錄了一段Audio,塞圖進去 用我的MacBook 最基本的iMovie 所以我特意放一些音樂錄音 去試一下,又放一些影片去試一下 效果應該是一般的 但也是小弟第一次嘗試 請各位多多包涵 還有有什麼意見的可以提一下意見給我 因為剪片我第一次 我也不懂,也不聰明於做這些 會不會有更好的apps 可以使用 或者應該怎樣做 效果我都不懂 不過我儘管嘗試一下 應該是挺好玩的 正如我上次 有些Audio說過 有時累起來 你叫我再去寫一段影片 我都會很累 這段時間 因為太多加速 為了加速 去追文 追這些文 都會寫到我殘滅 都很傷精神 因為我不是只做這件事 我有盤要看 有事情要做 所以今天 之所以用到影片 看著這個影片的排頭 你們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今天的題目叫做中東懶人包 我有見 小弟一路說起中東 中東雖然我們聽起來好像很熟 但是我們對他們的背景 和地圖都未必看得慣 未必熟 每次講起中東的題目 沒有將地圖在手 又沒有什麼背景的知識 講起上來都會很痛苦 所以 特地弄了這個懶人包 給大家 但是先說明 這個懶人包 第一 絕對不全面 這個只是方便 就不是全面 第二 就是 強烈地包含我個人的解讀 個人的理解 所以千萬不要當是一個教科書 或者是 真的有用的 可以拿來當上課 千萬不要 這個就是我個人的看法 以及個人的 一些 讀書 看 雜誌 看網絡的知識 等等 我自己消化過 再拿出來 但是可以當是我的觀點 那就變了 有了一些舊東西 以後大家再聽回我 在其他節目 或者我寫文章的分析 就會有一個背景 大家會容易明白 會知道我在想說什麼 以及 歡迎你 可以拿來比較 因為 有個懶人包 實際上 你可以對比你自己讀過的書 可以自己對比讀過的東西 我不一定對的 如果我 可能錯過了什麼 或者有些觀點 有人覺得是不是 可以提出 各種的疑問 或者反對 沒有問題的 因為 記住這個打人包 不是 什麼 檢查 又 怎樣的 這是我個人的 觀點 也是我個人 讀過的書 看過的 雜誌 經歷過的 還有 因為我以前 做工程的時候 跟中東路都打過交道 不過那些 就是 弱彈人 也不是 猶太人 也都打過交道 跟他們 丟過 所以 也有一些 第一手 第一身的印象 跟他們聊天 相處 是這麼多 所以 這裡先提醒大家 不要當是真理 來看下去 這裡也提到 我一會兒 一開始會看哪些 在中東地區的強權 但是 強不強 有時候 不只是看 綜合國力 或者 綜合國力的 包含的 有時候 不只是說 整體的軍事實力 經濟實力 那個 政府的 穩定程度 那些 其實 所謂的影響力 所謂的強不強權 就是你在那個區裡面 可不可以發揮到影響力 而影響力 有時候 不只是靠你實際有多少 還要靠你有幾大意願出來抱 也有幾大的槓桿 可以將你的實力放大 經濟強 軍事強 而是一個政治的矮仔 這個是絕不可見的 美國在二戰之前 其實 它的軍隊雖然常備軍不大 但是 它一要抽 調起來 隨時可以調出一支很強的隊伍 訓練一段時間 就立刻上戰場 它就有很強大的角力 但是二次大戰之前 來計 它都是國際政治上的矮仔 它 施加不到影響力 但是 苦奴就出來了 但是影響力是沒有的 那 至於你說 我的角力不強 但是 還可以有影響力 好像現在英國那樣 英國的影響力 我們有時候看來 英國好像是流流的 但實際也不算流的 只不過它不是在政治層面上強大 但是 例如它的生意網絡 它的NGO網絡 一些非政治性的東西的影響力 它還有在這裏 就算加加利也還有英聯邦 即是 沒有了直接的統治 都還有一些情義 沒有情義 都還有生意 這些都是一種私家影響力的方法 不過它可能是靜水心流 你不覺得的 它只不過是暗中在這裏 但是這種暗中的力量 在未來的情況下 會慢慢慢慢強大 慢慢慢慢會增加了它的影響力 對世界事務的影響力 這個就不在今天講了 今天講明是中東奶錢包 這個可能在 住家財經那裏 我和阿周一起講一下 英國可能未來的 私家影響力的方法 或者 這個當然 中東也變成了一個很關鍵的地區 好了 現在開始講 我版本的中東奶錢包 首先大家看一看圖 其實中東就是一個這樣的地區 地圖就是一個這樣的地圖 當然其實 理論上 埃及是屬於北非地區 就不算是中東 但是 這個中東不只是一個地圍的概念 這個實際上是 一旦牽涉入這一大堆的事務 就是東地中海 到波斯灣加上紅海這一邊 這一堆東西 因為它無論是石油 無論是戰略位置 地利位置 無論是對陸路海路的 空路的交通的重要性 它這一個是連接位 所以你不可能是沒有了埃及 而且埃及自古 這個真的是自古以來 也是參與在整個中東的政治裏面 所以你不可以 omit 要有它在這裏 那麼 中東呢 現況來計 最容易認識 先記住有四大強權 那哪四個強權呢 如果看開金融小說 你當東邪西獨 南帝不蓋 這樣的概念 不是說他邪定獨 還是好還是不好 只是說東南西北的概念 那麼東邪當然是伊朗 西獨當然是以色列 南帝當然是沙特阿拉伯 北蓋當然是土耳其 但不是說他們有錢還是窮 再說一次 就是東南西北 這四個地方 就是這四個強權 那你說不是 埃及好像比以色列更西 是 不過埃及的實力已經大大下降 今天的敘利亞 埃及和伊拉克已經走完下坡 不是強權 但如果我們說四十年前 五十年前 實際上埃及 敘利亞 伊拉克 都是強權的一部分 只不過就是 整個歷史的發展 他們這幾個都相對走了下坡 影響力大不如前 而沙地 伊朗 土耳其 以色列 各自各 都是強權 而且 四個 大家這麼高 那麼大 誰都贏不到誰 例如伊朗 伊朗 他在波斯地大當然是強權 但到今天為止 他可以踩到半隻腳 進去伊拉克 有一定的影響力 但未只可以把整個伊拉克吞掉 沙地阿拉伯 在阿拉伯半島 裡面是大哥 阿拉伯半島有什麼國家 你看一看 最大塊就是沙地阿拉伯 南面 沙地阿拉伯的東南面有兩種東西 北面的那一塊 正東那一塊叫安曼 下面那一塊叫也門 這些我後面會一陣子 這些也門簡直是亂到九彩 這個後面會說 但安曼相對非常安定 另一邊 就是沿著周邊 你看上去 在波斯灣地帶 正北對著伊朗那一堆 就是卡塔爾 阿聯酋 巴林 科威特 那些國家 當然沙地就在這裏最兇 土耳其 就更加簡單 土耳其 東面對著的 有亞美尼亞 阿塞拜疆 格魯吉亞 那些 隔了一個旅海 然後正北的地方 隔了黑海 在那裏其實就是烏克蘭俄羅斯那一帶 正西隔了兩個海峽 一個叫做博斯普羅斯海峽 一個是達達尼海峽 一個是達達尼海峽 旁邊就是歐洲的 南面 正接釀著 伊拉克和 敘利亞 敘利亞 當然就是黎巴嫩 然後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 和約旦 和伊拉克 那些接釀 約旦是 是一個相對 在中東事務相對 有點像 惰性氣體 不是特別大參與 他通常是跟別人 他很少自己 很主力 其實很溫和 也是親西方的 那 接著就 這個就是整個中東 隔了一個 蔡萊半島 再隔了一個 阿拉伯那一位 然後就是 過了蘇伊士尹河 就是埃及那邊 當然蘇伊士尹河 也是埃及的 這個就是整個中東地圖 一看就看完 那麼 四大強權在那裡 但是其餘那幾個 走了下坡的 敘利亞 伊拉克 和埃及 有什麼重要性呢 有 雖然他們走了下坡 但是 例如你看看地圖 敘利亞 是 除了以色列以外 在東地中海 即是在中東這一帶 直接可以 接觸到 這個地中海的 土耳其有一塊 另外一塊就是 敘利亞 那 而且敘利亞和土耳其 大家搞清楚 大家 雖然曾經是 為了利益而結盟 但是 底下那一層 無論是 民族 甚至 宗教雖然都是回教 但是有些差別 這兩個國家不是真的好朋友 其實都是經常會打架 那 這個 敘利亞 是可以去到東地中海的 而俄羅斯 就是在敘利亞的海軍基地 那如果出到地中海 他要靠的話 就要停泊在敘利亞那邊 那麼 伊拉克 你看看他的南端 就可以去到這個 波斯灣 進去Persian Gulf裡面 那一出去了 過了這個霍爾木之海峽 出到他就是 接著就是安曼灣 接著可以去到引渡洋 那所以 伊拉克 那個戰略位置就是 他是另外一個位置 除了沙地 下面那邊之外 在上面要入 直入波斯灣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地方 對伊朗是特別重要的 伊朗雖然已經拿到卡塔爾 是他的盟國 但是呢 卡塔爾只是其中一塊 如果他拿到伊拉克的話 你看看這個另一張圖 其實都是一樣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的 裡面就是有油管路 在沙地阿里巴的油管 主力的油管 就是經過伊拉克 再向北走 向西北一路上 那所以如果伊朗很成功地 如果掠了伊拉克的話 或者不是直接擁有 扶植一些親伊朗的政權 其實對石油 對整個阿拉伯本島 就要帶來很強大的壓力 尤其是對沙地阿拉伯 等於沙地阿拉伯已經沒有屏障了 既沒有戰略屏障 而自己的油管 因為沙地阿拉伯 一向用開的那幾條 就已經被人截了 這個也是沙地阿拉伯 要跟俄羅斯 走另一條線 就不在這邊 要在陸路那邊的原因之一 要不然你的春袋就被人拿著 那好了 埃及有什麼重要的埃及不用說 蘇伊士運河 可以這樣說 歐洲人 如果他的海軍想進入印度洋的話 除非你真的有興趣 要去學大航海年代葡萄牙佬 向南進去非洲那邊 兜過好旺角 然後再上去 大堂的路兜到七彩 而且沿途你要去那麼多非洲國家補給 已經真的不行 所以蘇伊士運河是一條大動脈 歐洲的動脈 要不然你要靠陸路 靠陸路你要經歐洲 歐盟裏面就沒有什麼相關 但你還要經歐非歐盟區 那些非歐盟區 要不要打一件事 安全保障又沒有另一件事 而且你對著那些多數都是中亞流民國家 那些收買路前絕對不會客氣 那如果歐洲人過去坐船的話 就差很遠了 如果坐船走到 過了直布羅拓 然後入地中海 然後地中海向著東南走 入蘇伊士運河 一出就是紅海 紅海就要過阿丁灣的 所以大家也明白為什麼 亞丁灣要聯合國派艦隊去頂住 或者不是聯合國 那麼多個不同的強國都要派艦隊去頂住 因為如果那裡你一守不住 或者亞丁灣被索馬里海盜打劫 或者被也門 如果是親伊朗的 他走來封鎖了你那邊的海峽 那就很恐怖了 因為伊朗已經控制到卡塔比 如果他控制了也門 而也門 就變成了兩個彎 最重要是出入 由歐洲出入去印度洋的兩個 兩個最方便的港口 就被他封死了 那就相當濕制 這個也是為何伊朗派 可以收買到錢 這個就是埃及 控制著蘇伊士運河的重要性 另外就是也門 卡塔比兩個 還有安曼 安曼就相對是很中立的地方 是一個講數地方 他控制到波斯灣出入口 卡塔比和安曼 而也門就可以控制到亞丁灣 大家看著這些位置 就開始明白了 為何一直以來有些佈局 是發生什麼事 為何會特別是也門 會亂到九彩 為何伊朗會放那麼多力 進去也門 因為如果控制到也門 加上卡塔比已經和他結盟 本來卡塔比也想站兩邊 但現在他也站在伊朗那邊 就變成兩個海灣都控制著 歐洲就出不去 很難去到印度洋 出陣了也有加賣路潛 而油管的方向也被他控制著 卡塔比和安曼的那條一條 一直都控制到 如果只要稍微控制得住波斯灣的話 找歐洲人和美國都講數 或者如果控制得到EIR的話 通過EIR那條油管都被控制了 是相當實際的 也門控制著的話 做過蘇伊士運河都沒用 因為也門不是你那邊 安曼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這個我會在最後一個項目 講到有什麼漢點會看到 這是一個大家都忽視 一個很低調的國家 但因為它夠低調 有被人忽視 其實它的作用都不小 好了 現在回到四大強國 這四大強權其實是四個族群 就是特決人 波斯人 阿拉伯人 和猶太人 很有趣的 土耳其當然是特決人 Turkey 其實就是Turks Turks就是特決人 雖然都是信回教 但是回教信利派的特決人 伊朗呢 其實伊朗不是阿拉伯人 伊朗是波斯人 如果你有興趣比較一下 伊朗的人 和阿拉伯半島的人 你看這些膚色和樣貌 波斯人那邊 伊朗那些白一點 和相對有更加像歐洲人 而阿拉伯人 在阿拉伯半島 伊朗帶你去阿聯酋 沙特阿拉伯那些油長 皮膚更黑 而那個樣貌 是更加 中東的樣貌 但是波斯人 在伊朗裏面的那些 那些 中東人的樣貌 又有些歐洲人的樣貌 其實有些分別 而他們是有分別的 特決人 特決人就是 白得來有些亞洲人的樣貌 即是有些蒙古的樣貌 即是新疆的樣貌 而特決人說的話 即是特決話 基礎是特決話 波斯人 就算他們念的回教 那些經典 就算是阿拉伯文寫的 那些是有些柏西味 即是波斯味的 阿拉伯文寫的 當然沙特阿拉伯就是阿拉伯人 正宗阿拉伯佬 以色列不用說 猶太人 當然這四大強權 四個族群 但是他們其實 每一個強權裡面 有其他地方的人 特別土耳其和以色列 是比較雜 因為 亦都算是比較對外開放 土耳其 其實現在運了不少歐洲人進去 即是東歐甚至德國 有不少來土耳其做生意 所以會招待其他人 以色列不用說 以色列這個族群 當初是四散流離 然後才回到 自己的傳統應去之地 去建國 裡面的人一定是多很多 而且他們和歐洲美國 都是相當多的經貿 文化 乃至國防軍事那些的往來 所以他那裡都很雜 但當然主體仍然是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的樣子都很雜 因為他們都很雜 這個就是簡單單單 你看完這個地圖 大概心裡有數 四個強權 土耳其 伊朗 沙地 阿拉伯 以色列 然後 立著幾個已經走了下坡的 就是敘利亞 埃及伊拉克 另外有幾個 就是控制著戰略要地 例如卡塔爾 安門 以及也門 基本上你已經沒有 不過這裡還有一個 也都要留意的 就是這個所謂阿聯酋 阿聯酋 有什麼重要呢 阿聯酋 這個油長國最重要的城市叫 那是杜拜 杜拜就是整個伊斯蘭世界的金融中心 不單是阿拉伯 實際上你可以算上伊斯蘭 當然除了伊朗 但其實伊朗有些錢都是向杜拜走的 杜拜做得金融中心都是這樣的 什麼錢都會在那裡走來走去 而杜拜更加有趣的是由英國人管 在杜拜裡面 你說英文是通了 除了一些當地很少數的不懂英文的住民 基本上住在那裡都懂英文 他們的教育制度都是英式的教育制度 例如早前有些人說起 有沒有移民去杜拜 杜拜如果子女在那裡受教育 那教育是可以連接到英國人 但當然他們也沒有移民這件事給你的 先說明 這裡已經繞了很多圈 還有很多事情要說 現在已經20分鐘了 我估計今次是會長一點的 大家體諒一下 慢慢花點時間 如果聽的話 好像我現在這樣說一下其他事情 如果你覺得 之前那些要消化 你就在那裡 pause 然後rewind回去 再看 那現在第二個section了 第二個section就是 逐個強權要介紹一下 他們的背景 以及他們的經濟情況 以什麼為主 那他們的大客人是哪些人馬 那現在首先 由北 我們由北 向順時針方向 就是土耳其 跟著講伊朗 跟著講沙特阿拉伯 然後最後講以色列 先介紹土耳其 土耳其 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奧圖曼帝國 前身就是奧圖曼帝國 是由一班特缺佬 應該是公園 其實真正計算起來很早 一班特缺佬去見 不過特缺佬 就分兩個的 就不是奧圖曼 奧圖曼之前是Selshan Turk 是不是這樣讀 我不敢說 因為說明那些讀音 都是隨隨隨便的 塞爾柱 土耳其帝國 後來變成奧圖曼 兩個不同的王朝 這個奧圖曼帝國 一戰後已經解體了 解體之後 其實奧圖曼 土耳其也是挺有趣的 因為奧圖曼 土耳其帝國 我們聽來是一個很東方的帝國 但是因為他長期跟西方 既打交 又打交道 就是做生意 所以其實 中東計 因為奧圖曼土耳其帝國 其實西化也算早 以東方國家來算 當然遠早於中國 也遠早於印度 穆額爾 遠遠早過他們 已經開始要西化 因為他們跟西方有溝通 但是因為 王權 神權 幾方面的影響 令到他們總是不徹底 但是也因為這樣 他們其實很早接觸到 當歐洲開始有很多民族國家出現 其實對於土耳其人來說 也都很容易接受到這個觀念 所以帝國一解體 他們最核心的那幫人 就是他們覺得我們是真正的土耳其人 他們要建立自己民族國家 那就是土耳其 在安納提內亞半島 安納特尼亞這個地方 以前也很有趣 這個地方是 之前是 奧圖曼帝國之前 就是拜占庭帝國 而拜占庭再之前 其實是曾幾何時 希臘文化圈裏面 希臘向東的 有十二城市 就是在土耳其 靠著博斯普洛斯海峽 和達達里爾海峽 有十二城邦 都是希臘城邦 Ionian 再高的就是波斯 所以傳統都兩邊受影響 這個變成一個 一戰後解體 他們最早世俗化了 的伊斯蘭的民族國家 很出名 由凱末爾帶領土耳其人建立了 在二戰後 他們加入了西方陣營 是對抗蘇聯的前線 這件事其中一樣 甚至可以說是 因為他們加入了西方陣營 又是對蘇聯的前線 其實就引發了 所謂古巴導彈危機 那個危機就是 北約要想在土耳其那裡 安裝這個導彈發射基地 就直指下去蘇聯 因為其實你看看地圖 你就知道 很近的 即是 在格魯吉雅 仍是屬於蘇聯的衛星共和國 裡面的年代 基本就是旁邊門口 那麼 這次發射基彈去莫斯科 已經是非常近 以當時來計 如果西 即是東歐那邊 擺盡兵力去跟西歐撐 那土耳其 其實反而最近的距離 其實以北約 來計 它也是北約的成員之一 所以 當他 說要在他那裡 裝導彈基地的話 於是乎黑魯曉夫就說這樣不行 他就想想有辦法 你在我背部裝,我又在你屁股裏裝 所以才跟古巴聯絡上,在古巴裏裝導彈 大家站 off 最終就是甘奶迪夠膽站 off 但這個站 off當然不是站 off到底 大家都知道 當時的情況是大家都很緊張 因為一打核戰就真的很嚴重 但大家又不知道怎樣處理 亦都可以說是挺幸運的 有很多運氣成份 如果一個潛艇艦長按錯鍵 或者哪一個人突然overreact 隨時隨地,當時就可以爆第三次世界大戰 但結果很幸運地大家都back down 交換的結果就是 其實黑魯曉夫是達到他要達到的目的 就是北約最終不在土耳其裝導彈發射基地 古巴導彈危機最終暗壓卡 暗壓就是這樣解決 黑魯曉夫當然不會在古巴裝 但是北約也不會在土耳其裝導彈 大家可以想像 其實土耳其本來很長期都是西方的盟友 而且是伊斯蘭世界計算的親民盟友 到80年代 其實土耳其也開始隨著西方世界 經貿一直發展 他們也開始高速發展 但是舉凡這類型的國家 他們的政治體制當中 始終是西化得算遲 而且你要他們按足規矩做事 他們的政治上面始終還有一些不穩定性 所以發展得快得來 貪污腐敗 發展不均勻這些一定有 所以當時來計會引起民怨 亦都引起均勉 政治上是有不穩的 這個政治不穩一直延續了整個80年代 直到2000年左右 那段時間就是歐盟一直發展 歐盟由歐洲共同體 變成正式有歐盟 變成正式有歐羅 對於土耳其這個地方來計 他的大客人當然就是歐盟 因為最近發達國計 最近就在旁邊 而且消費得起 他們可以提供一些工業的加工 一些設施去代工生產 然後就賣給他們 2002年就由埃爾多安上台 但是其實很有趣 今天我們看埃爾多安 覺得他一個保守派分子 是一個講究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分子 好像要開歷史倒車 但是其實當年的埃爾多安 他未正式做國家的總統 未做總理未做總統的年代 實際上他做伊斯坦布爾市長 他是自由派 他是搞經濟改革開放 以及他是支持加入歐盟 所以在2002年當他拿到權力的時候 當然土耳其就有一段 幾短暫的復甦和繁榮 但是很可惜 如果這個復甦繁榮持續得久一點 可能可以令土耳其的貿易進一步開放 經濟進一步開放 可能會再好一點 但是很不幸2008年金融海嘯 而金融海嘯 歐盟的對策 當時的對策 你問我我到今天都是非常不贊成的 雖然印銀子不是一個好辦法 但是在那一刻你不印銀子 就令到很多國家都頂不住 在歐盟或者想加入歐盟 或者已經是跟你是很友好的 例如土耳其 在愛爾多安治下的土耳其 因為金融危機 實際上 而歐盟是行緊縮政策 行緊縮政策 他們雖然有L草 但L草的規模遠遠比不上美國的QE 也當然比不上大陸的QE 甚至連英國的規模也比不上 歐盟是很強的 但是強得來很沒意義 因為影響了德國法國的做貿易能力 而德國法國如果做貿易能力差了的話 其實他對比土耳其的訂單 和在土耳其的投資也減低了 他沒有這樣的實力 這就導致了歐盟一緊縮 因為土耳其就找不到多少水 對於土耳其不是一個好的消息 而與此同時 也都因為歐盟緊縮 希臘是有離心 希臘大家都知道欠多少債 希臘爆債危機 那幾年遲遲斷斷續續 整天都有 希臘也經常拿脫勾的方式去要脅 所以這個阻礙了土耳其加入歐盟的部分 因為希臘和土耳其有領海紛爭 而且大家之間一向長期都看對方不順眼 今天的希臘 古代和兩邊都一般順眼 不要說現在他們有不同的利益 大家都想掌握那一段地中海的海貿的利益 所以有他們的紛爭在這裏 所以也是因為這樣 歐盟對於土耳其 他雖然有一定的投資 但是那個投資主要就是 希望利用土耳其較為便宜的勞動力 但是在一些其他更大型的投資上 歐盟是縮了沙壓 變了土耳其也賺不夠水 當然土耳其本身政府的運作效率低下 這個也不需要說 但是歐盟知道水喉不夠大的話 那被他貪完之後剩不到多少 那國家的發展拖慢了 所以2016年的兵變 兵變失敗 但是對於埃爾多安來說 他既拿不到水喉 而他也發覺就是 他也倒不著 他拿著一些戰略位置 於是他發覺就是 如果還想找到好處的話 實際上與其一美自己去熱面貼冷氣股 還不如我就向後慢慢移動 移動一下 靠俄國又靠中國 其實這樣就可以看可否 勾發到回頭引起歐盟的憂慮 因為土耳其有油管是在土耳其過的 舊的油管和新的油管都是經過土耳其入歐洲 不少都是走這條路 甚至乎就算有中亞哈薩克那一邊過來的石油 中間要過濾海的 有一段過濾海那段 過了去登陸之後 又是會經土耳其出入口過 因為土耳其鋪油管 由西邊出的話 其實每個海峽就很便宜 很容易鋪的 那條油管 鋪到進去東歐的 然後東歐再散進去 所以如果你說土耳其這麼戰略的位置 這個是歐亞的連接點 所以如果他發覺原來他是有叫價能力 對外羅斯也有 對歐洲也有 對著下面阿拉伯世界也都有 那實際上他就發覺 我為什麼要這麼傻 一直求歐盟做契弟 不如我走開一點 那就是開始逐步遠離西方 而與此同時 也都因為 國內的保守派也都會因為這樣怨 就是你自由派 你說加入歐盟 又要改革我們的制度 這樣影響我的利益 但是你又分不到更多的利益給我 去滿足我 去賠償我 那我當然是彩你也有味 那奈爾多安是一個精明的政客 那就是 他一看下去不對勁 那當然是 靠回保守派那邊 因為自由派給不到他的東西 那他唯有拿著保守派 借法難、假酒去拗多些的好處回來 那2020年呢 但是呢 本來他是很靠 其實他靠到我的錢 錢上面會拗中國錢 但是安全裡面 他會利用美國和俄國的矛盾 當然他仍然理論上是北約的陣營 但是他已經靠擾到俄國一個地步 是 基本上等於俄國的馬仔 其實他還有北約成員的身份 是很無奈的 不是他無奈 是北約也很無奈 因為沒有了他的話 俄羅斯直接殺出去 就相當嚴重了 可以直接影響中東事務 沒有一個土耳其頂住的話 那下面那些 加上敘利亞的話 你沙地 以色列 伊拉克 都有生存危機 所以 沒有辦法 叫做要哄著這個人 那當然 這個人的 最不幸運的就是 半幸運又半不幸運 半不幸運的地方 就是2020年的新冠肺炎 結果就令俄羅斯弱了很多 俄羅斯弱化 第一 他就少了一個大佬可以拿來蹦 但是 到第二 他也可以乘機做些軍事擴張 或者借軍事介入去加強他 至少他在附近高加索地區的影響力 這個就是亞美利亞亞塞拜疆事件 最終是以土耳其支持 亞塞拜疆大勝 所以 這一次他已經乘機連俄國佬都不聽 這個也有歷史遠遠的 其實奧圖曼土耳其帝國和俄羅斯帝國 大家素來也是勢手 打餐死的 克里米亞戰爭都有他們 甚至可以說 當年 大北方戰爭 三四百年前的大北方戰爭 至於瑞典和俄羅斯爭霸 是與土耳其無關的 但當時的奧圖曼土耳其帝國 其實北境不是今天那麼藍 是在北一點 他接觸到 我忘記了那條河 以至到 在黑海 其實奧圖曼土耳其都有影響力 而當時的瑞典國王 他二十二世打輸了之後 都是逃亡 流亡到土耳其 土耳其收留他 希望找機會 放他出來對付俄羅斯 所以 土耳其和俄國 現在一看來 利益上有衝突 不是你的衝突 即是有縮小衝突 又趁著俄國餅 也順便移動俄國 那他的國家的經濟 你看看這一張圖 你會見到 他們除了消費和旅遊 因為他們理論上也算是一個 中等收入到 近發達國的經濟模式 即是服務業是佔主導的 服務業當然是對內的消費和旅遊 他們的工業 就是汽車工業 製衣業、工業製品、原材料、珠寶都是主力 當然他們的最大客戶就是歐盟 亞洲都有不少客戶 亞洲、美洲都有不少客戶 但是最大客戶都是歐盟 而歐盟裏面 單一最大的應該都是德國 德國也有投資 在土耳其開車廠 然後製造回 然後再去回東歐 或者燒去其他中東那些地方 土耳其就說了 大家有個印象 這個就是土耳其 接著我們可以說了 伊朗 伊朗前身就是巴列維王朝 大家如果記得有一齣戲 是Argo Argo說的是巴列維王朝 輕雞道到高美尼上台那段的日子 1979年 高美尼上台 他把伊朗本來是一個親西方的政權 變成一個徹底底的伊斯蘭政權 而當時要反西方的話 最方便的盟友就是蘇聯 所以高美尼某程度上和蘇聯搭上了 但是是不是因為高美尼就是蘇聯的年輕人 絕對不是 伊朗一向其實都 某程度上 他和蘇聯仍然有一定的距離 他們也不知道蘇聯人如果要搞他的共產主義的話 即是連伊斯蘭教也要掃蕩 所以他們只是和他們有了一種類似的結盟 但是不是他的馬仔 而蘇聯也對伊朗也不是沒有需求 如果伊朗歸了蘇聯的話 蘇聯對於蘇聯帝國 在中亞、南亞和中東三面都可以發揮影響力 甚至可以直達阿拉伯盤島 通過伊朗的話 通過卡達爾的話 所以伊朗和這個 是有這些瓜葛的 當然也因為這樣 和美國佬的那種恩怨 尤其是脅持了使館職員 對於美國這個國家來說 美國是要覆卓的 美國其實有點像古代的羅馬帝國 古代羅馬帝國 對於他之前受過的歧視大辱 他基本上都是要覆卓的 所以在人治事件這件事之後 他反美到一個程度 也都是 令到美國都受了不少斧頭 所以美國 按照正路 如果以現實外交 就應該要想辦法 如何和伊朗修補關係 但其實很難 以美國人的文情 這種帶著古羅馬帝國尾 他要覆卓的 伊朗那一戰之仇報 其實他都很難搞得到 說服到老的那一輩的美國人 也不肯和伊朗一起 所以今時今日 伊朗當然是非常反美 也是親俄 當然現在加上親中 因為中國一向都和伊朗 是很著實去結納 也知道如果想在中東插腳 第一件事 才在波斯這邊要有影響力 所以伊朗 而伊朗也是反西方的 對於中國來計 就算搞改革開放 你也要養一些爛仔 可以和美國去叫嫁 所以你養著金仔 不是金仔 金阿爺 即是金日成 以及金老爸 即是金正日 當時中國養著這些人 也要方便和美國人叫嫁 雖然他覺得兩個都其實 不太喜歡大陸 但是沒辦法 如果沒有中國去平衡 他們兩下就玩完 那中國就可以利用他們 偶爾做爛仔 那爛仔就不是為北韓爛爛 其實很多時候是為中國自己爛爛 另一邊就是伊朗 伊朗如果和中國關係好 那變成有什麼事 都可以在聯合國舉手 possibly可以和美國人又可以爛成 那我不結束 我棄權也很多 因為指His招糟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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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ok khó 但是在伊拉克各境內住的多數都是十業派教徒 所以實際上伊朗對伊拉克某程度上可以用宗教戰爭的形式去搶奪伊拉克過來 而搶奪伊拉克的重要性就是伊拉克是有輸油管道的 當時已經有了那些管道 所以如果拿到了伊拉克的話 實際上就可以跟西方提出更大的要脅 他不是靠封鎖霍爾木之海峽 而是連油管都封鎖了 西方就相當頭痕 而他亦都可以有條油路 賣石油出去賺錢 去解決其他更加重要的問題 但兩伊戰爭 結果就是大家storming 大家打到氣來氣喘 當然就益了一個 叫做薩達姆侯菜恩的物體 因為 養肥薩達姆侯菜恩 結果薩達姆侯菜恩 不是養肥了 是養惡了 肥就不肥的 其實就令到薩達姆侯菜 後來就背了一身債 因為本來他是有水的 但是當他參與了這場代理人戰爭 後面就是 歐洲和美國 發工 去支持他 跟伊朗佬打 結果就打到自己民窮才盡 再加上石油價 所以他就全身債 結果就是他想搶科威特回來 因為納了科威特 納到他們的油 自己都可以舒服一點 也可以說 那個是他的債主 債仔打債主 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結果就搞了海灣戰爭 而海灣戰爭的影響下 令到 布什和哈林頓 不是只有哈林頓 布什 老布殊 和哈林頓的 這個王朝 就逐步要放鬆對伊朗的制裁 因為有了伊拉克 變成共同敵人 直到911就更加不用說了 去到911就是小布殊 小布殊就很想一口氣 擺平阿富汗、伊拉克 和伊朗 最初就先擺平阿富汗和伊拉克 而當時伊朗其實相當謹慎 甚至是特意表達了哀悼 對911事件 伊朗其實當時很想借這個機會 改善和美國的關係 因為對於伊朗來說 被石油禁運是相當痛苦的一件事 但是 小布殊共和黨是不會理睬你的 因為 可以說伊朗的 利益和共和黨 是從來都不討論的 兩邊都從來都不妥 詳細這個月後面 再有機會再講 簡單介紹那個懶人包 所以伊朗又再被人打擊 真真正正要緩和 那個叫奧巴馬 奧巴馬 是想重新緩和 他的戰略觀感 跟整個什麼是有不同的 他就很想 奧巴馬他們上台的那個 學校 那個想法的方式 打算擺平中東 擺平中東的方式 就是用回90年代那種的方式 最初擺平了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方式 就是做了仲裁人 然後就走去勸交 伊朗和伊拉克 什葉派和 順利派 順利派之中 你的土耳其 和 沙拉拉伯 你們不要整天吵 他想 在一個區域裏面 建立幾個 實力相當的政權 然後 這幾個相當的政權 大家不讓大家 但大家就要 加入國際秩序 而同時就找了美國做這個國際秩序 或者區域秩序的仲裁人 他是想搞這些東西出來 但是這些東西 叫四個字 就是一廂情願 或者再加四個字 叫紫上談兵 他是想搞這些東西 當時 更多一件事就是 因為 想幫伊拉克這一壇 小布殊留下的蘇州市 要收尾 他們想出的那條 想得更差 因為看到當時有幾個獨裁國家 不如打敗了這幾個獨裁國家 以後 以後就全部民主化了 個個就會遵從 我們定立的那種的國際規矩 來行就最好啦 這樣 全部都是 複製了一個模式 所以搞了一次 阿拉伯之春 CIA 當然 國內沒有問題 CIA怎麼策劃都策劃不了什麼 但是他們國內本身都不穩 不穩之餘 又想加入世界貿易 加入世界貿易的秩序 你唯有就 加上CIA在後面的 幫助 當然就搞了阿拉伯之春 但是他們最想不到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 阿拉伯之春的結果就是益了俄羅斯 俄羅斯親俄羅斯的穆斯林兄弟會反而在埃及 和伊拉克都拿到政權 這就是大件事 穆斯林兄弟會是十二派的 也就是伊朗 伊朗和俄國莊 結果你一這樣搞下去的話 奧巴馬就是那個政府就是為人作嫁衣 為人作嫁衣 但是 也都是這樣說 十二派一起來 相對於他們 要跟他們反他們的那一堆 後來的IS 亦都同時興起 團結了另一派的一些人 另一些的當地人 和一些全世界過去伊斯蘭的戰士 於是反了 美國就最初打算 借一些耳體不到 等他們去擾亂 這一堆俄國莊的敵人 打算借他們擾亂完 然後 等他們倒下收拾他們 但結果就失敗了 這個失敗了 結果根本就不聽他們的敵人 結果伊拉克和埃及都岌岌可危 也不單止 IS一上起上來 居然看到 伊拉克北部基本上就沒有了 連敘利亞也打不贏 亦都抄了 再這樣搞下去 基本上整個中東格局亂了 所以他可以在這個背景之下 唯有 能夠拉攏的就是 伊朗 伊朗有足夠的實力 可以讓他拉攏 亦都可以說 奧巴馬的那種 想著扶植幾個去自己打架 令到原本的盟友 例如 土耳其 沙地阿拉伯其實對他都很不信任 所以背後也資助了IS的興起 所以這些 一團亂馬搞得亂大龍 唯有就和親伊朗 於是減制裁 搞伊朗合協議就是這樣 伊朗在那幾年 第一 有錢 因為可以賣出石油 和中國也加強貿易 在另一邊也找到水 也可以改善軍備 亦都於是 可以資助了他們對外擴張的能力 這個就是 後來到特朗普 特朗普的時代 於是出現了 伊朗的勢力大舉擴張 乃至到 其實去到也門 你想想 都被伊朗的 胡塞武裝都是由伊朗 在後面支撐 在那裏已經打到瘋了 其實就是奧巴馬任來搞了出來 胡塞武裝和也門的內戰 一直延綿到在特朗普 特朗普是一個 以美國利益優先 至上的主義者 而這個也 同時他就是一個現實主義的人 亦都因為這樣 以現實主義的看法 如果主線是在 亞太地區 而不在中東 中東就不要浪費時間 就和俄羅斯分裝 分好了 和換了俄羅斯人的關係 大家分了 就可以合力打擊IS 打擊了IS 就可以打擊伊朗 如果你願意打擊伊朗 阿拉伯半島那邊 甚至和以色列都很容易講數 大家有數位的那些東西 所以 特朗普就到現在 打到現在 現在就怕拜登上台 會不會又再扭轉了這些局面 又搞亂了 大家看看 伊朗的政治 其實有三重權力架構 伊朗總統只是民官之首 不代表宗教組織 伊朗政府之上 還有過 宗教委員會 宗教委員會才是罪惡的 某程度上它是控制到精神 的世界 和整體的大方向 政府只是負責 政府事務的執行 另外一個權力就是軍權 這個軍權 不是伊朗政府軍 伊朗政府軍很流 是伊朗的國民革命軍 那個是一個偏外軍團 其實很有趣 那是否直接由宗教委員會控制得了 又控制不了 就是早前 今年年頭被人做壞了 被地獄火弄壞了的那個軍頭 那個軍頭就是 那股勢力的代表 事實上他的勢力大到 根本伊朗政府是指揮不了他 甚至伊朗的 宗教會議 宗教委員會 都不是完全止得通他 他可以在精神上影響到 他旗下的士兵 但是你說直接指揮這個人也不是那麼容易 講數的都是要 這三重權力 會令到伊朗 政府民官是很想 例如親美或者 起碼不要那麼反美 但是國民革命軍這一群人 大哥 我在那裡已經開了新天新地了 伊拉克都已經被我納到一劫 我正在影響伊拉克的政局 你叫我回來 我理你也有味 而宗教的權力也有他宗教權力的打算 為我要 應 應我們 悲慘的在伊拉克的 十葉派受壓迫教徒的要求 我們要出兵伊拉克 或者我們要影響伊拉克 現在伊拉克已經回到我們十葉派的控制下 我們就不能失去的 所以我們要支持他 但是與此同時 如果你 搞不定西方 你沒有水頭 沒有水頭 靠俄羅斯和中國 都給你的錢 又養不起你的大帝 所以裏面互相扯皮 是相當之重要的 這個三重權力架構 對於伊朗的出牌 是有影響 他們的經濟比較簡單 就不像土耳其那麼複雜 他們的經濟主力都是石油 和石油化工 今時今日的大客人就是中國 中國是他的大客人 當然如果以整個歐盟 算起來都是一部份客人 但因為西方世界對他那麼穩 所以他很難明都明昌做任何生意 所以主力就是中國 大客人 好了這個是伊朗 跟著說沙地阿拉伯 沙地阿拉伯相對簡單 沙地阿拉伯長期都是親美親英 親美國親英國 其實整個阿拉伯半島的阿拉伯 大客人基本親英國親得很重要 他們基本上讀書都是在英國的 很多都是在英國接受大學教育 甚至有些中學 即是Balling School已經過去了 沙地阿拉伯就是一個絕對君主制 跟伊朗和土耳其都不同 絕對君主制當中 他們也是堅定的順利派 但是他們有一個最大的 跟伊朗和土耳其不同 政權的交替是沒有一個定數 他們皇位繼承沒有定制 往往是國王 就指定下一個繼承人 而指定繼承不一定是自己親生子的 可以是些弟弟 表兄弟 whatever 誰實力派就誰做 但是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奪得和暗殺 推翻老皇帝 是經常都 發生的事情 他們是很依賴你的業績 找到多少水 以及 得到多少宗族的支持 所以沙地阿拉伯的政體就是 如果皇帝抓得實決令 那就叫做穩定 但是 妹妹在交接之際 就會有相當多的動盪 而且他們沙地這個皇室是相當大 二千多人 二千多個 郵掌 這堆郵掌 因為他沒有一個特定的繼承制 所以其實 每一任瓜老襯 或者臨瓜 就算指定了Crown Prince 指定了太子 實際上其他人都會分一分鐘正變 這個太子上去也不見得 站得穩 他不會正變 推了他下台 然後再上台 這個也可以說是 造就了 令到 沙地阿拉伯好像現在 現在這個國王薩魯曼 八十幾九十歐 即是那頭已經近了 所以 他也指定了他自己的兒子 阿姆哈馬 變沙羅文 即是MBS 去做他的繼承人 但是也因為這樣 MBS要很爭取表現 既要勾到水 又要爭取表現 所以他會有了一種動力要親西方 也不是純粹是 想不想英國受教育 而是 第一沙地阿拉伯的油井 是非常之便宜 但是他們大半的油田的SweetSport 已經開盡 都過了半需期 所謂的半需期 最容易 知道的Rule of Thumb 就是一個油井 一旦過了半需期 他的生產成本 他的生產成本 就要雙倍了 沙地阿拉伯的生產成本 老的油井 以今天計算 大概是20美元成本 平均 如果雙倍了 就是40美元 如果40美元的話 早前跌到30多 20多美元 是沒有了競爭力 是很嚴重的 但是他現在 還有一半左右的油田 還在SweetSport 還沒過了半需期 但是 對於一個太子來說 對於他老爸 就沒什麼好煩 但是對於他來說 他現在才30多歲 比我還小 40歲不到 他坐了上去 就有很多問題要煩 他還有40多年 起碼 以沙地皇室 如果自然死亡的年紀 算是八九十歲 也挺長的 那班人 或者七八十歲 三四十年要去捱的話 就一定捱不過 他未必沒有油 但是那個 開採成本 是不同了 變了他也要發展經濟的多元化 如果不是他站不住 所以沙地亞在他統治之下 又會跟俄羅斯 開始建立更加緊密的關係 除了繼續親英親美之外 他在做太子的這段時間 已經是跟俄羅斯普京建立關係 起新油管 現在說要逐步開放利亞德 開放沙地阿拉伯 婦女可以開車 慢慢要領導 就是西方願意投資 去利亞德 和其他的地方 也不只是投資 石油工業 還有其他的一些產業 所以沙地佬 MBS有他自己一套的想法 他做事有點極端 但是不是一個傻人 他也要為自己的權力打算 為什麼要支持 自己親自 甚至赤薄上陣去指揮 或者 對這個 也門政府軍的支援 鎮壓胡塞武裝 如果胡塞武裝 如果被他鎮壓成功的話 也門政府站得穩的話 其實他也有軍功 也可以當作一個公職 他有哪些大客 沙地阿拉伯 中國 日本 韓國 印度 歐盟 美國 中國都是客人 他們是相對平衡的 雖然單一國家 中國好像是大客 但是其餘那幾個都不少得很多 所以 他是相對平衡 不是看死一個國家的影響力 然後 就是 以色列 以色列大家不用說 大家都知道什麼事 親美親西方 但其實他和 俄國佬都是有生意往來 其實有不少 最少的 猶太人是由俄國那邊過來 而蘇聯塌 俄國恢復 而普京也都精明地知道 俄國 除了靠石油企業 如果銀行搞不定 也都支援不到石油企業 石油企業是一個 非常之資金密集的行業 所以一定有需要 銀行佬的支持 而在俄國 銀行佬多數都是猶太人 所以普京也都很精明地 和 猶太人也都會改善關係 因為需要 這班猶太佬銀行佬來支持 於是俄國和以色列大家雙方都有合作 到現在當然和中國也有合作 有生意不會不做 你知道猶太人是最擅長的生意 以色列頭幾十年都是打立國之戰 由立國到大慰應協議1979年 以色列是生存之戰 這幾十年 差不多五零年立國 近三十年 都是天天在 打架 打架 五場和中東打的戰爭 最出名就是有兩場 一場叫1967年的六日戰爭 那一次就是六日裏 將整個塞內半島立了 打炒了 埃及的軍隊 將埃及的坦克和戰機全部打炒 搶了哥蘭高地 直到敘利亞沒有了一個據點向以色列進攻 這是很出名的一場 戰爭 以色列的威名就在那次建立 但是於是 1973年另一場很出名的 屬聚日之役 那次就是第一次導彈的作用 遠遠超過空軍 伊拉克 敘利亞他們利用了飛無腿導彈 打炒了 以色列 當然以色列 捱過了頭那一段之後 就反攻 因為阿拉伯佛總是沒有什麼堅持能力 祭祭打這些仗都是到後面 雖然 美國的增援也很重要 但是anyway 打到最後 埃及佬最先醒了 就說不要這樣搞下去 做蘇聯的 PROXY 沒什麼意思 很愚蠢 於是 就 Reach out 搞了大衛形協議 應該是 當時應該是梅爾夫人和沙達特 搞出來的 是不是梅爾夫人 好像是 anyway 大家可以查證的 因為我記性差有時候忘記了 好了 由過了大衛形協議到第一次海灣戰爭 1979年到1991年 他和埃及已經和緩了關係 但是 生存已經不是一個問題 但是可不可以順利發展 還有很多障礙 因為 他隔離例如 敘利亞 伊拉克 伊朗 還有一些恐怖組織 例如巴解 哈馬斯真主黨 那些仍是處於戰爭狀態 所以當時仍然是一個 准戰爭狀態的地區 經常有放炸彈 大家互相開片 今天都還有 但是當年是密很多 在以色列地區 所以當時的以色列人和今天的以色列人其實都有分別 直至第一次海灣戰爭 到1993年 海灣戰爭也是一個 可以說除了令阿拉伯第一次願意親西方之外 以色列都因爲這樣得到了一個空間 就是可以 繼續跟阿拉伯和緩 而這個backdrop之下 加上民主黨上了台 的那個扯線 牽線 牽頭 就變了 巴解 就是跟阿拉伯特 就跟 當時的 以色列總理拉賓 大家就達到了一個 Agreement 就是浩斯陸 accord 就開始了所謂的中東和平進程 就是以巴兩面不再那麼衝突 可以說 伊朗巢了皮 而這個的伊拉克又繼續成為眾此之敵 一個伊拉克就可以令到其他 阿拉伯國家 起碼對以色列的敵意 沒有那麼強 因為多了一個 你自己有 也是 影響到你的 國家 到了好了 1991年之後 在克林頓那段日子 因為以色列工黨主政 以色列工黨也是 靠左翼 他們都是 環球化 和平 所以那段時間 是算是 好了 跟阿拉伯國家 他們也多一些 去搞內政 去搞建設 去搞他們 自己 內部的問題 但當然 這件事 也可以說 影響到今天 因為 以色列 某程度上 在今天 能夠 跟中東國家 和解 可以說是因為八九十年代 開始 不需要再有生存的危機之下 的那一代 八十後 九十後 現在零零後 雙計開始有投票權 而這一群人是在全球化年代長大 他們甚至 一起成長 跟巴勒斯坦 銳的小朋友一起成長 他們不像他們的祖輩 要面對生存的壓力 要去打生打死 這一代 他們根本甚至覺得 為什麼要這樣 他們自己覺得對待巴勒斯坦人都不公平 所以他們的眼光就是 我投票 要我來投一個 乾淨一點的 有能一點的政府 而不是投給一個 窮兵俗武 又有役的政府 他們沒什麼興趣 所以這個也都可以說 內坦尼亞湖今天 以色列總理 他 能夠某程度上 Close out deal的話 可以說是 他那一代人的最後一擊 他都清楚 這群人不是傻的 這群有役集團 也都看得到自己 國內的風向轉變 再遲些 零零後 甚至 再遲多十幾二十年 再後一代的那些上來的 總共有三四十年 差不多三四代人 是不是經歷過生存之戰長大的 而你經歷過生存之戰長大的 這些全都五六十歲 全都是那頭近的 你已經開始慢慢 你的影響力一邊一邊縮 所以趁現在 而特朗普證明你 立刻拋了耶路撒冷出來 只要使館放在耶路撒冷 我承認你是耶路撒冷 是你的首都 承認而已 但是實際是否在這裏做呢 實際可以放水 很多東西 就變了 兩面討好 為了自己站穩 這也可以說是以色列在暗藏的變化 現在回到 於是911 這也是 再一次地幫助了以色列 令到以色列可以跟 多數阿拉伯國家的關係進一步和換 甚至去到阿拉伯之春 奧巴馬那種政策 令到原本很密的民友 例如沙特阿拉伯 例如以色列 都跟美國走遠了 因為發覺沒什麼好處 那 也都因此開始跟俄國建立了一些關係 那要直到怎樣呢?直到川普 川普就因為美國堅定支持 加上 以色列國內的那種變化 那 納坦尼亞湖 即是他找到一個 可以大家 落到台的方法 於是 當他的目標 即是 他跟他右翼解島籤了 在美國支持了我們耶魯撒冷 那到最後他就可以 跟阿聯遊、巴林、安曼這些開始和解 跟沙特改善關係 這就是川普時代完成 可以說水道渠成 以經濟來算 以色列是一個發達國 他的第三產業是最大的 另外他出口高精物機器 醫療器材 石化產品 鑽石農產品 都是一個相當之 Diversify的經濟 是一個發達地區 那他的大客也是相當多的 美國當然是 頭大客 歐盟中國也是大客 現在加上俄羅斯那些都是客人 以上 就是這四強的情況 已經差不多一小時了 希望大家再忍一忍 大概多20分鐘 這次是辛苦一點 我再說 中東的格局的變化 其實之前已經有說過了 現在再簡單總結一下 讓大家有個脈絡 在老布殊 克林頓年代 就是由蘇聯的崩潰 阿拉伯國家已經沒有了 沒有了一個強勁的背景 亦都因為沒有了強勁的背景 於是 阿拉伯國家發覺 我反美又沒什麼好處 第一蘇聯帝國崩潰了 我沒得吃兩邊 第二就是 跟美國好像還要賺錢一點 於是 阿拉伯國家 全部都開始跟美國改善了關係 再加上 有個伊拉克做傻子 站了出來 做了共同敵人 所以可以令到 阿拉伯半島的海灣國家 可以跟以色列改善關係 甚至伊朗和敘利亞 亦都相對地和緩了 因為伊拉克 的威力太大 而且如果伊拉克當你崩潰了 伊朗殺過來也都不行 所以那些人就乖乖地了 但是乖乖地 乖乖地乖得不久 去到 911 911 就是因為 當初 蘇聯離開了阿富汗之後 其實 美國也沒有好好的處理阿富汗 這個情況 簡略大家看劇 可以看Charlie Wilson 大概知道是甚麼事 伊拉克 911搞了這件事 布殊想乘機一口氣 挑機挑走這幾個國家 於是他搞定了伊拉克 就搞定了薩達姆和塞恩 但是 布殊的這一刻 這個粗暴的做法 並不見得 帶來對美國很大的利益 因為 實際上布殊 花了這麼多精力去對付伊斯蘭佬 第一當然中國要放山 第二其實俄國也要放山 甚至俄國 自這個解體之後 蘇聯解體之後 終於有了一個大的機會去翻山 他對於那些加民共和國的影響力又再重新加強 這個是911前後的事 1911發生了之後 最早 祝賀 不是祝賀 說錯 Sorry 最早表達哀悼 同時表示願意支持美國佬去對付那幫人 還不是英國人 是俄羅斯普京 最早慰問 你想想第一他情報功夫已經有了 第二就是他已經準備好了 而這個是很成功的 因為 當美國佬打阿富汗 俄羅斯說我來支援 支援就不是支援到阿富汗 是乘機將北方的三國 烏茲別克 吉爾吉斯 塔吉克 那一堆 乘機立了下去 那一立回去 入回去俄羅斯影響力的圈之下 打低了他的民兵 武裝 反蘇分子也被他搞定了 反俄分子也被他搞定了 那這個就是 俄國的復蘇 並且都因為這樣 中亞他站立穩 也都同時 也都可以支持伊朗 以及什麼那些穆斯蘭兄弟會 和美國佬開始暗戰 爭奪伊拉克的主導權 一直持續到奧巴馬年代 接近奧巴馬年代 一去到奧巴馬年代 奧巴馬最初仍然是 受困在伊拉克和阿富汗 尤其是 不好意思 先維持一維持 好